Lectra 5 Loss of Motion 运动定律 Part 3 就第三步 在第三部的内容里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个Section 有关Fellitional Forces 有关摩擦力 Fellitional Forces 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研究 因为它其实是跟奈米尺度小 两个物体之间在界面上的一个作用力 基本上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四大粒里面的什么? 就是电磁力 因为我们知道说 直当要很大,重力效应才会明显 如果尺度缩小的时候,其实都是电磁力 但是你又不是缩小到原则那么小 如果原则那么小,你可能有强作用力跟弱作用力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处理就是电磁作用力 那摩擦力它其实跟什么? 跟你这两个物体之间的界面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如果尽量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界面越什么? 越致密 就是把它两个push的越靠近的话 那它的摩擦力就变化 所以基本上它的摩擦力就跟什么? 跟你去压它跟这个界面 跟这个界面垂直方向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叫做normal force 与两个物体之间的界面互相垂直 垂直的这个力量叫normal force 你压越大,它们这个界面越紧密结合 这时候摩擦力就会不一样 那基本上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静摩擦力的 那静摩擦力呢,它会有一个最大静摩擦力 所以在你还没有让这两个物体之间有相互运动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静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 那当你克服了最大静摩擦力以后呢 它开始就会有这个移动 那移动就会有动摩擦力的这个出现 那动摩擦力只是讲,只是用来消耗你的这个运动 那一般这个静摩擦力它会有什么?会有一个静摩擦系数 它跟你的正向力乘上静摩擦系数 就会等于你的最大静摩擦力 那当讲,当有相对运动开始就会有一个动摩擦力 那动摩擦力有所谓动摩擦系数 所以它一样是动摩擦力乘上动摩擦系数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汽车是非常特别的 你平常的时候轮子在跑,它的摩擦力是很低 但是你刹车的时候让什么?让轮子这样停下来 它跟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就很大 你看到这个滚动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摩擦系数 会降低很多的这个滚动摩擦力 所以它也是要用正向力乘上什么?乘上滚动摩擦力的系数 那你从围观上看两个界面 两个物体如果说它非常平 它这时候它的吸引力比较大呢?还是怎样? 它这两个物体很粗糙的时候它怎样?它摩擦力比较大 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探索 那甚至你如果把两个物体 一个是比较尖的,另外一个是比较平的 那你把它这样,把它相对 让它接触,我们说不可能这样,不可能完全接触 因为它永远都会有一个 像这边还是会有凡德瓦的力,排斥力 一开始远一点会有吸引力 靠近一点就会有排斥力 所以这些都存在的 还是一个非接触性的非接触力 所以你在让它们一个比较尖的一个比较扁 让它们够靠近的时候,实际上这原子会跑来跑去 原子会从一端跑到另外一端 所以实际上摩擦力的东西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人在做研究 那车子是最有趣的 怎么样最有趣的 它真正的轮胎 轮胎被你刹车停止下来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摩擦系数还蛮大的 你看这边摩擦系数 是达到这个1.0左右 如果它在滚动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摩擦 摩擦系数 可以很小到0.014 所以它可以用这两个摩擦系数 不一样来讲 来控制车子的刹车 就让车子停下来 我们简单的把摩擦力当做一个聚观的因素 就是说 反正是一个平均的效果 然后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摩擦系数 比如说近摩擦系数跟动摩擦系数 甚至是滚动摩擦系数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向力 它跟正向力跟摩擦系数相关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摩擦力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聚观的平均的概念 然后来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example 它说 Suppose a block 假设一个木块 It's placed on a rough surface 是放在一个粗糙的平面上 表面上 然后这表面怎样 Inclined relative to the horizontal 它跟水平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倾斜角 所以它是一个倾斜的面 A小题就问说 How is the coefficient of static friction 就是 如何 就是这个所谓静摩擦系数 如何怎样 如何related to the critical angle C 如何跟一个临界角度 所以它应该是会有一个角度慢慢的增加 然后一直达到一个临界角度 那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怎样 At which the block begins to move 到达一个角度的时候 这个木块开始移动 它开始移动的时候 它就问说 A小题问说 那这时候的静摩擦系数 怎么样跟这个角度相关 所以你去找出一个关系来 那B的话 它说 How could we find the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你可以找到动摩擦系数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找到静摩擦力 或静摩擦系数呢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图示 它告诉你说 这个 木块小M 它有一个重力往下 对不对 Mg 那 我们单单看木块这个 Free Body Diagram 假如不看旁边 这时候木块还会收到一个什么 收到一个 这个表面 表面对木块有一个正向力往上推 所以最后这个木块就会怎样 就会指向 只剩下斜边下滑的力量是Mgsin 所以这是对木块而言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 这个平面 推木块有一个正向力 那木块也推这个平面有一个正向力 你可以分析其他物体 但我们单单对木块而言 就是 看到这个木块有一个 在斜面 斜面上有一个下滑的力量 是Mgsin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关系式 就是当它的角度一直上升 最后打到了一个C打C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我的摩擦力 刚好就已经被我的斜坡的力量克服 所以 我的摩擦力是多少呢 它永远是跟正向力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摩擦系数 所以我们刚刚会达到一个最大器摩擦力 所以应该是正向力乘上一个摩擦系数是 就是 乌s 好 那正向力是多少 就是 mgcos 到达 C打C 乌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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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讲 刚好被这个 Mg sinc 给克服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Mg sinc 在那一瞬间 达到c 的时候会等于这个正向力乘上μs 那你发现到说这个把 Mg 消掉 你就得到了μs 会等于什么 等于tgc 所以真的是可以用这个临界角度来测量出什么 它的这个 近摩擦系数μs 所以这个是最大近摩擦力 好 那第二个 B 小题的话 它说那你如何去测量动摩擦力 那动摩擦力的话 你变成说你需要怎样 需要在开始滑动的时候 滑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 Mg sinc 已经大于近摩擦力 那它肯定大于动摩擦力 所以它扣掉动摩擦力以后 应该会有剩下的一个力量造成它一个加速度在运动 那这加速度如果你让它怎样 让它滑动一段距离 然后测量它的时间 这时候你就可以讲 可以测出它这个加速度大小 那你就可以算出所谓动摩擦系数的大小 好 所以很简单 在C大大于C大C的时候 我接下来会有一个合力 就是沿着斜面方向会有合力 其中一个是下滑的力量是 Mg sinc 另外一个是阻碍下滑的力量是动摩擦力 动摩擦力的话就变成刚刚的 N 乘上 L 然后它所经过的时间是 T 那这时候我加速度 就可以利用 L 跟 T 算出来 用 2分之 1 a T 平方 所以我把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 M A 然后扣 然后把它拿到等号左手边面 Mg sinc 减 M A 然后再处理什么 处理 Mg cosc 最后就得到我的动摩擦系数 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讲可以测量出这个平面的静摩擦系数跟动摩擦系数 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方法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example 它说 A block 有一个木块 of mass M1 它的质量是 M1 它说 Rough 就是一样我们现在都要讲说有摩擦力 所以就要说在一个粗糙的平面上 Rough 然后 Horizontal 是水平的平面上 Surface 然后它讲 It's connected to a ball 就是基本上可能在一个水平面上有一个木块 然后呢 用一条线把它迁到一个球上去 那球的什么 球的这个质量是 M2 所以 A ball of mass M2 然后 By a light weight cold 就是用一个没有质量的绳子 或者绳子一样会讲会消耗掉你的这个作用力 然后 Over a light weight frictionless purely 所以接下来要让它讲 让它拖着 然后经过这个滑轮 然后滑轮会转起来 那一样就 滑轮要假设没有质量 不然的话 它转动也需要什么 也需要那个消耗掉力量 它说 A force of magnitude F 就假设有一个力量 大 F at an angle of sit 它跟这个 就有一个角度 但是角度一定什么 一定要跟谁 With the horizontal 跟水平 水平面有一个角度 sit 所以它不是水平拉 它是往傾斜上方拉一个 F It is applied to the block 最终在这个木块上 然后如图中所示 The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就是所谓动摩擦系数 between the block and the surface 在这个木块跟表面上的动摩擦系数是 μk 所以它一定是运动状态 请你讲 请你 Determine the magnitude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tube object 请你计算一下 它的什么 它的 加速度大小 所以 就像这个图上所示的 所以这个是讲 这是你用大 F 去拉这个 M1 M2 那你要考虑到 比如说 M1上会有什么 会有三个作用力 一个什么 一个是 应该是有好几个作用力 不只三个 一个什么 一个是你图上画一个大 F 对不对 然后另外 M1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往下的 M1 G 对不对 其他应该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一个正向力 因为大 F 跟正向力相加 对不对 最后 刻б 的 M1 G 吼 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张力哦,这边还有一个张力 T 所以,实际上它会受到这么多力哦 那真正的我们关心的其实是什么? 其实只要关心水平方向 所以你只要怎样?只要知道说这个角度是θ角 然后水平方向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 F乘上Posinθ的力量 然后呢,它怎样?它 它克服,刚刚还少画一个力量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力量 这是Fk 动摩擦力,所以有这么多力 那真正重点是什么?是水平啊 所以是Fcosinθ要克服什么?克服这个动摩擦力 然后呢,要拉着下面这个 这个M2 所以就是经由这个张力去拉着这个M2 所有的就两个一起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它最后的力量是多少 那首先,动摩擦力要怎么算? 动摩擦力就是正向力 那正向力它本来是M1G 本来是M1G 是正向力 可是你看,我们这边画到什么? 你看它有一个Fsinθ跟N 所以这边最后是Fsinθ 跟这个N 两个这样 两个去平衡 去得到M1G 所以你的正向力会稍微变小一点 被这个F把它减小 所以应该讲 应该是M1G 减掉Fsinθ 所以就正向力 然后乘上它的动摩擦系数是μk 所以我们先算出动摩擦力来 然后动摩擦力算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前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的总力大小出于什么? 出于大家要使用这些力量一起运动 然后它的这个 假设它移动的距离是1比1 那你就可以简单算出它们共享 以后会得到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看一下水平方向的力 它一个就是Fsinθ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是M2是跟它对抗 所以是减掉M2G 然后再来呢 是减掉什么? 减掉这个 动摩擦力 所以刚刚写的 M1G-Fsinθ 写到μk的动摩擦力 最后呢 这两个人是共享 除以M1加M2 因为 这个M1移动一倍的距离 M2也会移动相同一倍的距离 所以它们的加速度一样大 所以它们是共享的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加速度大小来 所以其实非常简单 你把这个力 把它分析完毕 然后去找出 最后在那个方向上 运动剩下的总力是多少 然后分享给所有要用到这个力的人 M1跟M2都要分享 最后就得到这个加速度大小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个问题 它说 A cargo box of mass M 就是 货物 货物它的质量是小M sits on a truck of mass M 就是放在货车上 货车质量是大M 货车怎么样 货车 which drives on the road 货车在路上行驶 without resistance 就是我们先不用考虑阻力 好 来呢 它说 The truck is poor with the horizontal force 我就用一个大F的力量去拉这个什么 去推 或者你说引擎是大F的力量去推这个货车 然后接下来它设定 在货物跟货车之间 R μs and μk 所以设定完毕 接下来就要问什么 问 A小 is to find the maximum value of F for which the cargo will not slide relative to the truck 请你去找到最大的F 你去推这个货车 最大的力量F是多少 那在推这个F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说 我的货物跟货车之间 这样并没有任何的相对移动 所以货物是这样 是放在货车上 被货车拉着跑的 那再来呢 如果你F大过这个力量之后 这B小题请你找一下 Fi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truck and the cargo when F is greater than this value 所以F大过这个力量以后 它会这样 这个货物会这样 会开始滑动 在货车上滑动 那图示就像这样 就是 基本上你有一个货物 它的货物 它的质量是mg 所以它有一个往下mg 那 那货车就会撑它往上 有一个正向力n 然后再来呢 它货物跟货车之间 在什么 在它还没有滑动的时候 它所受的力量是谁 它就是靠着摩擦力往前 所以最大的力量就是Fs 你可以力量施予这个货物 最大就施予到最大进摩擦力 那大了这个子之后呢 它开始变成动摩擦力 所以开始滑动 变动摩擦力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Fs 相对乘上这个 刚刚给你的静摩擦系数 所以mg乘上乘上μs 然后呢 它这样的力量 拖着这个货物往前跑 所以货物的 呃 加速度就可以找出来 所以第一步就是 它的加速度是这样 是g乘上μs 那这时候呢 两个这样 是没有相对运动 所以这时候你的货车 是大m 然后货物是小m 那它的力量就是什么 力量就是两个 相加的质量 然后共同用什么 共同用刚刚的这个加速度 gμs 在运动 在跑 OK 所以这是最大力量 得到这个 啊 货车 推动的最大力量 那时候货物还不能够有相对运动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 那 B小提他说 如果f大1这个时候 那f大1这个时候 其实呢 我们反而发现到 反而发现到说 这个货物会这样 会加速度会变慢 为什么 因为f大1这个时候 它们两个之间 会相互有一个滑动 所以这时候 货车只能够怎样 只能够施于fk 所以它不能那么大 它变成fk而已 fk 只能够给货物fk而已 那fk等于什么 等于正向力 mg乘上μk 所以这时候就是 这个货物上面的加速度 所以m乘上a cargo 加速度算出来 那反而货车就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货车你就要想象它有一个指点 它是一个指点 然后呢 它有一个往左边拉的力量 是f 另外它讲 它会 货物 cargo 会施于货车有一个什么 一个反方向的fk 所以你要扣掉fk 所以 对于这个货车而言 它反而会有大f 也要扣掉fk以后呢 然后剩下的力量 才是造成这个大m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分析完以后 就可以写下来 对于货车它讲 它是大f扣掉fk fk就是n乘上μk 最后就是货车的加速度 所以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就是f-mg μk除以大m 那对于这个货物而言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它就是 动摩擦力造成的这个加速度 所以它的加速度就是g乘上μk 我们这个课程的录制要感谢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国立交通大学理学院自主爱学习计划 另外一个是科技部的一个补助 为大家认为 我们现在有多数要点资料 点资料 点资料 啦 鞭